姨妈 人家大权在握 一句话就把我养子公司 里里外外全都疯了 还派人满上海滩的传讯我 也好 今天见了面 也省得大表哥大费周长 对呗 你疯了 姨妈放心 人家是督导专员 是太子 我哪里敢拿枪打太子啊 大表哥 这个事情很简单 你一枪把我打死就都了结了 罪犯伏法 蒋青天欲满护上 咱们也算各得其所了 金谷 督导专属的公文说得很清楚 限你十日之内去接受询问 否则严惩不待 已经过了七天了 你自己看着办 杨子公司都是孔家的产业 你有本事把我父亲也抓了 胡说八道 明明自己做错了事 还把你父亲扯进来 你父亲和大姐要是知道你这么胡闹 饶不了你 上海滩里里外外做了多少年了 来了个督导专员就变天了 姨妈 大家都这么做 这就是行业规矩 做生意不讲究行业规矩 那是封建独裁者的做法 你说谁是独裁者 政府堪乱 将士们在前线流血 国库却拿不出钱来 还要向美国去贷款 货币贬值 物价飞涨 黎民百姓人心惶惶 而孔总经历你的仓库里面 却囤积着数以万吨计的物资 不愿意出售 我是商人 不是慈善家 中共已经在搞土地改革和政治协商了 跟蔡廷凯跟沈君如都去了东北 毛泽东要另立政府跟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了 夫人 您是最支持父亲的 可是您万万没有想到吧 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 有的人在挖父亲的墙角 在摧毁这个国家的根基 他们的财富 他们的公寓大衣香水冰箱 都像有毒的病菌 寄生在首顾如才的国家身上 他们才是国家的敌人 是我父亲的敌人 够了 够了 靖国 这里没有敌人 只有家人 今天 我们不谈国事 只谈家事 靖儿 夫人明天就要去美国了 是去请求杜鲁门总统援助的 东北的局面急剧恶化 我们需要美国的支持啊 我专程从东北飞回来 就是想告诉你 在这个时候 后院不能起火 父亲 如果不严惩孔家 朝事天下 上海的经济就全垮了 你说的我全明白 国民党的腐败 已经到了骨头里了 这不是一个孔家的问题 凡贪腐是件大事 要讲求时机 讲求分寸 难哪 凡要亡党 不凡 亡国 都已经在危难的边缘了 好了 当前最大的事情 是把北方的军队 撤到长江以南 确保江南的稳定 这个时候追究孔家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说